让你的转捕点燃王 Catch i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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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欢迎光临 全部都是粉色 是 而且各式各样的粉色 你连锅都是粉的 对 你不觉得我爸是胡哥那种型的吗 因为你二姐也很漂亮 他绝对全日贤 他还上过热搜 大家好 欢迎光临 迷迪巴桑 接着特别人是每月 问他们多少钱 我们退给他 我先说赔钱 8000万的四座 眷春应该是我 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觉得 其实我很后悔的 因为婚姻跟爱情 真的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 我四五岁以前 我是活在过去的 我每一件事情都在弥补 他从我的方式就是 他给了我一个眷春 他跟我说 你的人生比较好玩 我好幸福 然后我就觉得 行了 这个锁已经彻底解开了 你还要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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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都会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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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会做好吗 那你说我买点什么呢 那你说我买点什么呢 老板 肉粽 肉粽啊 来两个呗 大肠面馅 来两碗吧 好 豆沙粽来两个 就好了 带走 好 谢谢您老板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你好 欢迎光临 你这是开幼儿园吗 这是女儿的游戏场 她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然后有的时候 万一做饭没办法看她 所以把她放这 她爬不出来 这个待会我可以吃的 好 哎呦 台湾小吃是吧 哇 你很会买面线 我真的想知道 你这是给你女儿准备的 还都是你心里面的 那个小孩准备的 是 应该是给我自己准备的 有个很好的借口 这是我女儿的房间 这是她睡觉的床吗 这是她睡觉的床 全部都是粉色 是 而且各式各样的粉色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女儿的选择 不如说是妈妈的选择 对 但她现在已经就是 被我搞得有点女性化 本来人家就是女性好不好 我女儿现在也是只穿粉红色 她出门就一定要背各种各样的包了吗 对 各种各样的包 配衣服 对 配衣服 然后跟妈妈一样的帽子 跟妈妈一样的鞋子 没有 有各种小发墙 对 所以你可以特别 还有各种发带 你特别理直气壮的 名正言顺的 把你那些小女孩给释放出来 这个是哥哥画的妹妹 画得很好 在哥哥妹妹还没出生的时候送给她的 她的颜色特别好 还有点像我觉得 对 是 很神奇的感觉 你看 是这个 对 对 女女之间还真的有点像 是 这是你的工作室 对 书房 对 我们家洗手间很特别 全是我儿子的画 你儿子画真的不错 但她这个是把她喜欢的梵高跟梦克 都画在一块这样子 她的颜色那种搭配还蛮好的 很多都是她很小的作品 就是六岁开始画的 因为她可以专注地搞这个 意思的创作 她现在 天啊 青春期 所以还没有完全地定下来是吧 啥都想做 然后就到那个崩溃区 就是 你很神奇 你们家小孩会把这个还没有 那个碎掉什么的 她真的很厉害 她不会 是吗 其实她刚开始吃饭的时候 我就让她到处抓食物 然后她爱怎么扔地上 什么都没有关系 她们说这样特别好 然后所以她到后来真的对大环境有兴趣的时候 她已经没兴趣的人了 然后她很奇怪 比如我跟她说这是妈妈很重要的东西 她就会懂事 她就很宝贝 她会跟我的保姆或者我阿姨说 这个是妈妈的东西 她现在领土意识很强你知道吗 就她的那个地盘 这是我的 这是妈妈的 然后别人不可以拿什么 就是刚刚开始有一个我的意识存在的时候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 这边大概五六年了吧 这边当时就我准备拿来养老的 所以这个房子没有考虑 准备拿来养老的 就是这个房子完全没考虑任何男主人的 现在开始有点觉得这房子对我先生有点太 太粉嫩了 这是我们家四个女儿跟我妈妈 你看长一模一样 很小 哪个是大姐 这是大姐 大姐 二姐 我 三姐 你二姐也蛮漂亮的 我二姐很漂亮 因为我二姐很漂亮 所以呢 我从小就没觉得自己好看过 你二姐比你好看吗 哎呦好看多了 真的啊 他绝对全志贤 他还上过热搜我给你 是吗 因为我说我二姐好漂亮上热搜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的结婚照 你不觉得我爸是胡哥那种弦的吗 胡哥或见胡哥 我爸很高 我爸一米八四吧 八三八四 你能看他那个比例 嗯 妈妈也很好看 嗯 妈妈也漂亮 嗯 你家的这个遗传基金真的蛮好的 嗯 谢谢我妈 哈哈哈 国中 这真的是蛮有那个偶像 我觉得现在衣服流行又回来了 是 流行就是这样吗 啊 这不是现在流行的吗 你这个造型凹的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 真的就现在流行的 现在不是穿袜子 穿这种小圆头鞋对吧 然后紧身裤 然后大的这种西装 对 大西装 然后衬衫拉出来 哇 我好潮哦 你好让人羡慕 当时能穿那么好看的衣服 这张照片很好玩 我爸妈这张照片 其实我妈妈是这么小一张 我把它放大 放这么大一张 这张是我收藏的 嗯 我就觉得有 对我来讲是有点补偿作用的 我爸妈是有过幸福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家连我的结婚照 我都没放 嗯 因为我生下来 他们就离婚了嘛 所以我开始好像 进去我妈妈的少女时代 对啊 你总不能因为一个结局 把整个过程都给否定了 对 对不对 嗯 我觉得那个照片 在今年 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 所以我现在 我记得我有一次写说 我现在回归家庭的事情 然后就网友就炸锅了 说我带坏全中国女性 叫她们回归家庭 其实回归家庭也好 职场女性也好 都是自己的选择 它不存在 回归家庭就代表女性 比较弱势 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的平等就是 每个人可以真正 依照自己的能力 跟兴趣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连我先生都讲说 我不相信你可以静下来 不工作 你在这行业干这么多人 我叫医能静 以前大家叫我在医能动 虽然我先生一直觉得 你怎么舍得美光灯下这种生活 天天穿那么漂亮这样 但我觉得我真的就 就是就退了 我告诉你 我以前如果是 咱俩俩上一次采访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要退 我也会觉得 对啊你会不会舍不得 但到这个阶段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录视频就在这儿的吗 对对对 来来来 我录一个视频 大家好 欢迎光临米丽妈食堂 接着特别来电视领域 来来来来来 各位闺蜜大家好 欢迎光临米丽妈食堂 大家好 欢迎光临米丽妈食堂 今天我是那个助手 那你待会帮我打蛋 好 这个我是可以做的 我呢做一个台湾人 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也是台湾人欢迎人家 到家里的时候 大概会做的一道菜很简单 就是麻油面线 面线有点像是 你一路过来奔波了 给你压压筋 如果我们小孩有的时候 说出去玩回来 吓到晚上会哭个不停 就给他煮面线吃 所以尤其是猪脚面线 代表去会起 所以待会我很快速的 做给你 那你帮我打蛋 好吧 其实做那节目蛮好玩的 其实我是希望透过那节目 让妈妈们知道怎么爱孩子 你看我们家麻油 都是一桶一桶的 你知道你就知道 麻油跟那个香油 有什么区别啊 香油是白芝麻 麻油是黑芝麻 你连锅都是粉的呀 对 其实我觉得女人在厨房 是一个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 其实蛮珍贵的 那我觉得如果下厨的女孩子 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独处的时间 就是我把没有变到油的时间 这时候加一点水 加五的 味道太足了 对 好一会儿你可以把蛋打进去了 直接打进去 对 对 先打两吧 比较辣 比较辣 在那儿 就在那儿 有分类 那这应该是哪一类啊 就 这是食材 要丢这边 对不起 等一下 我们说分类做得很严格 所以就往那儿丢 非常饱 可以盖上盖 让它焖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很简单 那你刚买的要不要也拿过来 可以啊 其实我们下次应该去吃路边摊的 我可熟了 好漂亮喔 整个蛋打得很好 没搭散 可以啦 哇 你买甜的粽子啊 也有肉的 豆沙粽 也有肉的 关火 浇里面先吃 吃一下咸蛋 是有咸蛋味的 有吗 有啊 行 开箱 一个人生活还是不要太自给自足了 稍微留一点空间吧 而且姜真的蛮好吃 面 好好吃 大家可以在家里做真的好好吃喔 另外我做一个 这个我几乎天天喝的 就是黑糖姜汁豆奶 黑糖姜汁豆奶 黑糖姜汁豆奶 姜是早晨吃特别好对吧 晚上吃不好 对 很多食材是有节气的 不食不食 对 然后一会儿放黑糖 这个真的很好喝 嗯 瓦瓦瓦瓦感 很热 是不是 是吃完麻油 对啊 火力壮了 来 但姜还没烧出味道 嗯 试一下 我发现你很能吃耶 我还好 我发现我对一切豆沙东西是没有抵抗的 那我也来一点 还蛮好吃的 我是对甜品的也是毫无抵抗力的 是吧 哇 哇好好吃哦 你们这个小区街道还挺好的 很有生活气息 就对啊 都是小店啊什么的 但他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知道 在北京你会习惯住有小区啊 嗯 你知道然后周边特别安静啊 把商区隔开 但台湾艺人 嗯 大部分 其实很少 就是这样的生活很低 对 那你现在生活的主要的地方是台北还是北京还是 是 台北比较多是因为儿子在这边念书嘛 所以还是会在台北比较多 我说老实话 我觉得北京节奏有点太快了 我每次去 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可以感觉到那个 每个人都很努力往前冲的那种 特别明显 因为你主要工作是在那边嘛 对 嗯 所以两边对我来讲都像个家 嗯 我前一天我看你老公的 他们在东北很冷很冷拍的那个 无证之罪 对对对 无证之罪 其实我是挺羡慕的 因为我一直希望 我是那种没有限制性的演员 他能演推拿那样的瞎子 五十几岁 能演沙海那样的偶像剧 回头一笑那种 他能够演无证之罪里面那个带着皮皮 就是他没有固定形状 他到妖猫里他突然又那么猥琐 比如说看知华 我看他跟周迅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天然 我觉得我身上可能也会有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生活以前 生活负担太重了 所以那个灵性就有点 被这个东西给取走了 你会不会有点可惜 你本来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女演员 我有遗憾 但我觉得她就是这样了 那我瞬间还是会有点觉得 比较可惜 会在想 如果当年你没有那么任性 你坚持可能放弃一些那时候的生活 你后来做成一个像 比如像张曼玉那样的女演员 龚立那样的女演员 到今天你还可以再很认真地演你的电影 就走那样一条路 你觉得是好 还是现在这种状态更好 没办法假设 因为已经是这样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个少女感 是因为你对生命还充满了 也许我80岁会拿个这家女主角呢 演了一个什么戏 我不知道嘛 所以谁知道 现在给我的这一切 看起来很可惜的 不会是造就我未来最不可惜的 但我觉得有一点是绝对的懊恼的 而这个懊恼我觉得是一个共同的 是什么 是全中国的女演员都有的共同的懊恼 就是说当你的生命阅历 到你其实最适合表演的时候 你的机会开始变少了 不是 是你没有机会了 但也没有那么决绝吧 几乎没有 真的很少很少 虽然我现在是选择家庭 家庭是我的第一位 可是如果你真的给我那个机会 我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说 我其实很想当一个好的女演员的 我对这个东西是有眷恋的对表演 但我当时太想谈恋爱了 因为我生命里缺失的那个东西 让我以为那是我唯一的追求 所以其实我很后悔的 因为婚姻跟爱情真的不相同 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 那个时候不可能同时兼顾吗 那什么时代 我既拍戏又谈恋爱 那什么时代啊 谁承认自己 自己有老婆有女朋友啊 不是 谈恋爱 并不需要每天都在一起 就我还 我也可以维持一段恋爱关系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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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个人都很忙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时候 香港的文俊导演 包括成龙导演 他们那时候都有来找我 可是 我当时去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觉得在那边太孤单了 每天就是上通告啊 然后感觉很陌生啊 也是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佳玲啊 然后认识了梅艳芳啊 然后认识了罗美维啊这些 那时候他们对我都很好 但我觉得好孤单你知道 我就好想念跟我男朋友 窝在台北的小房子 两个人看贝塔带 可能我有点贪心吧 就是我同时想要光芒灿烂 因为我觉得 我是有表演能力的 我拍了那么少的电影里 几乎每部都入围了 我拍那么少的电视剧里 我也入围金钟奖了 但是我同时又希望我能够 有一个家庭生活 但是我到今天我发现 原来是可以兼顾的 到了某一个阶段才可以 曾经根本就不可能兼顾 是 根本就不可能 但我还是要讲 我以前把那个追求目标 放在这里 是因为我有那个缺失 所以我要的其实是一个缺失 而不是我作为一个年轻女孩子 对自己人生做的一个蓝图 我等于是在要我的过去 不是在要我的未来 所以我常常觉得 我开玩笑 我的前半辈子 40岁以前 应该45左右吧 我45岁以前 我是活在过去的 我每一件事情都在弥补 我过去生命中缺憾的那个东西 其实你从来没有 享受过此时此刻 我以为我有 其实我没有 我每一个动作的发生 每一句话的反弹 包括刚跟我先生认识 我记得那时候上节目 我有跟你讲过嘛 我还在跟他聊以前啊 我是一个多么的 为啥老活在过去的人 我都不懂 可是他就是带给我很深的影响 而且我是无意识状态 我觉得易能静自己不遗憾 是不可能的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 就他内心是有 挺文艺女青年那个范儿的人 然后又是个成名很早的 一个女明星 曾经是那么那么的火的 一个女明星 内心一定会有 某种程度的遗憾 这是肯定的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性 包括连那些以前骂我的记者 我现在都觉得 他们人真的太好了 为什么 如果不是他们当时把我逼到墙角 让我有两年没有工作的话 我真的不会往自我内心去探索 如果没有所有人都拿着手指说 你这人怎么怎么样 我真的从来不会去醒悟静下来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是谁 也许我会想一想 但我不愿意往太深里去探索 因为那个一生就会 可能有痛苦 或有解不了的答案 有说不清楚的东西 或你有无力感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把我逼到那个墙角 让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那两年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你还能过得去吗 过不去 我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救了我 过不去 真的过不去 我觉得我是一个 其实有原始生命状态的人 所以我其实是挺原始的 但它有点像是 鸟不知道它是一只鸟 妈妈不知道它是个妈妈 它都是一种 一种本能 对 所以以前有人问我说 你怎么当一个好妈妈 然后我就愣住了 我是一个很原始的人 我对这种很原始的问题的时候 我是很错愕的 所以我当时说 我为什么要当一个好妈妈 因为我是个妈妈 我怎么不好我也不懂 为什么我们要去当一个 当你要当一个 比如说我要当一个演员 那你就还不是演员 因为你要去做出来 这就是杜跟毙的意义 你知道我要做一个事情 因为比方说我不是 我才要做它 我是 我干嘛要做啊 这孩子来说就是陪伴 陪伴安全 那你说我看你可以给你的米粒 穿什么漂亮衣服 我没有 所以我不是个好妈妈 不是这样的 哪有说叫买衣服 才是个好妈妈 你起这个心 说孩子我没有给你最好的时候 你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妈妈了 你知道我是跟我做一个好妈妈 是两个概念 所以我常会说不要做什么 我现在就特别不做什么 我就在这儿 我就是这样 你的这个境界就很高 是吗 这属于佛系吗 有点吧 有点佛系 当年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的眷村已经彻底 就是改建了 然后四四南村呢 就被留下来 当作是一个眷村的遗址 这样 那也让年轻人啊 可以来这边参观 过去眷村的生活 现在都干净多了 以前大概也就这种小门 然后这么矮的房子 没有地板的 四四南村算是保留了 眷村的一点 但也改了很多 现在还是挺漂亮的 那时候像我爸山东人 他们那一群兄弟们 拿着椅子出来坐在这儿 然后在这里 吃蒜啊 葱啊 就这么深肯 然后穿个那个大裤衩 背心 拿扇子 然后坐在这儿说 好想家啊 什么什么 那就我童年都是在那种声音里 长大 所以我还是 对自己是山东人这件事情 挺有感情的 但你爸爸对山东的印象 他到这边多大 他十几岁来的 而且那时候 他是没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就等于就来了 没想到就没回去了 所以他其实挺遗憾的 那他们会经历过一段 从失望到绝望 然后接受的那么一个过程 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 她们是从上海来的那时候 然后她妈妈有个皮箱 从来没有打开过 因为每一次他们家的这个阿姨 要帮她整理 她就说不用 我们随时要回去的 就从来没打开过那皮箱 然后这下就几十年 最后到 你就想那个人的那种 他有一天就突然就接受了 觉得我这辈子就认命了 对 就把那箱给打开了 那得多绝望啊 然后那个 我那朋友就跟我说说 箱子打开里面全是旗袍 我当时尚爱他 那你爸爸后来 他有多久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啊 就没见了 对 可以坐那儿 很干净的 这就有典型的卷村 其实我是一个很 卷村小孩 典型卷村小孩 因为以前卷村不关门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敲开门 就吃饭就在这边一起 而且你知道吗 大家都一起来 啥也没带 全部人都一样 大家都没有财产 每家户都把门打开 去你家偷什么呀 你家有的 我家也有 然后到了大概八点多吧 就没灯了基本上 大家就回房间了 然后彼此之间是很亲爱的 然后不用防备什么 在这你觉得 大家都是一个占居的地方 你知道就人去了一个岛上占居 你就很 那个边界感就会很模糊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爸连结婚 娶了我妈 生了我们 他都觉得 这是暂时的 这个是根本的 我觉得 你不觉得吗 因为我爸在我生命里 有点太陌生了 就陌生到有点 就是你没有的东西嘛 但是我有我公公以后 我有感觉我缺失了爸爸 包括我有我先生以后 我先生有跟我讲过一段话 他跟我说说 怎么会恋爱谈十几年呢 我说就谈十几年 他讲你以前的那段事情 对 他是一个很客观 他没有什么批判 他就是一个 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 父母感情非常好的家庭嘛 他说 因为那时候他跟我不熟 他说那你爸你妈怎么想的 我说我就没爸爸呀 他说哎呀我明白了 我说明白了什么 他说你想要说我女儿名利 我现在如花四月养大 十二年 不来娶我女儿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那一瞬间我才知道说 原来是因为我没爸爸呀 所以我在我生命很多的选择上 我没有做一个 在该做决定的时候 做决定的一个能力 你明白我没有 没有人给你另外一种声音和意见 对就是我讲的 包括比如说 我刚刚有讲说 我从来没有遗憾过我的人生 但是我那天去看建筑的时候 我看到给我们讲解的那女孩 她是哈佛建筑系毕业的 我当时真的瞬间感觉到 我那时候功课那么好 我又这么喜欢学习 我却为了要赚钱 然后十五六岁进娱乐圈 我第一次深刻的感觉到 我好遗憾我想进学校 可是如果那时候有个爸爸说 你给我好好念书去 我会养你 那我可能就会好好去读书去了 我想象的一个父亲就是 在家里那种 有他在这个家不会垮 这个家再穷也有爱 然后现在我公公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家庭 我很记得我公公让我很感动的一次是 我在拍《我是女王》的时候 因为真的当新手导演 然后我公公一来看到我那顿饭吃得很不高兴 后来我公吃到一半就把块放下 说小心咱们不玩了回家去 问他们多少钱 我们退给他 把地址搞人不人鬼不鬼的 为了什么呀你告诉我 就在饭桌上 然后我泼在旁边点头 然后就给我先生打电话 我先生说赔钱 八千万的制作 你公公可以的 八千万制作 我公公啊 拍个电影这么贵 小心咱们忍一忍吧 没有 可是你知道就是 我的生命里没有出现过 任何一个人来跟我说 你可以停下来 我明白 这个对人有特别大的 致命的吸引力 对 就是我的生命里没有 从来都是说你不能停 你必须往前走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 你可以任性 如果你有没有这个 可选择的那种可能性 这是特别珍贵的 不在于你给我什么 在于你给我这种选择的 对 可能性 这个特别好 我觉得 但是我的人生 我从来不知道我可以有选择 那为什么危机感太强呢 因为我所有拿回去的钱都要还 但你觉得你爸 以某种程度爱过你吗 还是爱你的 我觉得我爸妈 都在他们知道的范围里 爱着我 这边有个八 我不知道您看到吗 对 你以前跟我 对 我跟你讲过嘛 那我那时候从小二楼摔下来 我的这个养母跑进来 看我满头是血 我爸爸把我背跑了 然后那个 我记得他们说 明明可以坐车的 我爸就是一直背着我往前走 我觉得人生有那个画面就够了 就每个人总要找到一个 让自己的人生合理 和能够跟自己和解的一个 一个理由吧 我觉得 就是我看到她的照片 就觉得我像她 我的个性像她 很轴 你就是有山东女孩子那个脾气 你怎么能说 那不是我爸爸给我的呢 他给了我生命啊 对 所以你刚才说 你也想说 至少想我爸我妈生我的时候是相爱的 我倒不觉得生命怎么来得很重要 我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来了以后 来了比较重要 你今天说了几句话 我可以写文章 你写吧 你写吧 写吧 尽情使用 走走 这里如今成为一个网红的地方了 是不是 是 你看这四十南春在101旁边 你就知道这时代 对啊 我刚才说呢 小时候真的很妙耶 小孩的生活中快乐真的还是挺多的 眷村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觉得 我觉得我去年跟今年 我感觉我变了一个人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 是 比如说我身边人会说 你变得很平和 这是我以前的学校耶 我们已经经过了耶 我的天啊 三十年了 转眼 还真是 哎呦 我的天啊 这学校一点都没有变 我们那时候就在那站一排 然后老师就会在那 就是在那个地方 这样站一排 你好 我以前在这边念书 是您好 过来看一下 这一点都没变 我们那时候就站在这里 然后那个训导主任 拿一根棍子出来 你这样顶着头发 顶裙子 就是在那 就是一班一班 三个班的女生 三个班的女生 然后这一班轮完了 下面就下来 走那楼梯 那女学校属于 条件很不错的 在那个年代 其实看起来也蛮好的 当时 我们那时候 因为已经九年义乌教育了 所以学校还蛮重点的 当时 学校一点都没变 我的妈耶 我现在写小说的时候 写那个女孩念的学校 写的还是这个学校 就是我想象中 感触好深 谢谢你们带我来 这时候以前 这边都是绣学号的 你知道 因为我们这边的学号 是学校分发之后 你要去绣 所以我们如果 哪个男孩喜欢的女孩 就会说 35 36 37 38 你看到她学号没有 就那种叫你学号的名字 所以我想如果继续念书 不知道人生是什么样子 我基本上不太想 如果怎样会怎样 是不存在 假设是不存在 已经发生的 就是唯一会发生 这是我特别艰辛的一点 我今天这么多金句 以前都是我上你的节目 我很多的金句 你今天把我的金句全抢走了 我有很多成长的 伊能静女士 我这个特别来宾 一点面子都没有 必须要搬回 没事 没事 你可以多说是你用的 其实我刚回眷村的时候 我一瞬间有看到 那个很小的 我在跑的那个感觉 尤其我们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有个长长的一片墙这样子 我觉得我只不过是 回到那个时候的我 就是我不穿鞋子 我从来不觉得我脚会刮伤 我不觉得我会被坏人拐跑 我不觉得路边那只野狗 会来咬我 我不觉得这个村子里 有一个人不爱我 你是个生存生存 生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不过是回到 那个时候的我罢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原来 你知道你这个人的外形 太有欺骗性了 是吧 你的外形长得是个 特别娇滴滴的 让人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要养在瘟石里面 那样的一个女孩 我真的 但其实你内心 你真的你可以 你是像一个野草一样 自己在那自然的生长 金巨姐 有个缝 你就要把那石头钻出来 讲得太好了 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些感觉 我这次才有特别强烈的感觉 我老公有天跟我吵架说 我看到你的时候 觉得你特别温柔 特别婉约 坐在那 然后心又特别嗲 又台湾女孩 搞了半天 我娶了个男的 比我还硬郎 比我还爷们 敬你是条汉子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 原来我走了这么一招 这四五十年 不过是要把最终那个 那种从灵魂生下来 变成一颗种子的时候 的那个自我找回来而已 也就是这样而已 比如说她说 她有一次跟很多圈内的导演 什么喝酒 那因为我在这行业比较久 所以那些导演 有一些是跟我可能见过面 或什么 就说跟她提到 我就说你知道吗 一能听是个非常有 侠气的女孩子 她当时不能理解 她现在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这种 眷村长大的山东女孩 有着台湾女孩的外表 这多转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 台湾女孩那种温饭 然后外表又是特别女人 但内心有种侠气 这多好啊 我还是觉得我 我挺是 有买一层二的感觉 对 这也是经济 你老公觉得我赚了吗 所以我常会跟她讲 我说人活在世界上 最后就是寻找我被同道中人嘛 对吧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什么叫一段好的情感 或者好的关系 就是 以前我会觉得 我只有努力做到好 我得够漂亮够好 才会有人爱我 但是你发现一个好的情感 一段好的关系就是 我可能不好 我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 你就会碰巧 你就看上了 我的这一点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所以你知道常常外面会说 我老公不宠我 他们觉得 因为我有挺大的女人的 现在越来越露出本性了 可是事实上 她其实很宠我的 她宠我的方式是什么 她宠我的方式就是 她给了我一个眷村 她完全给了你 她重建了那个眷村 那是一个最大的东西了 可是这个东西 它是从哪来的 你说不清楚 它是每一个细微的时间 积累出来的生生世世 婚姻这个形式和制度 我内心还觉得它挺神圣的 就是它还是某种程度 就是两个人的一种承诺 是 婚姻还是会带给人安全感 这个毋庸置疑 多少的问题而已 但是某种程度 会有安全感 我其实 我跟你想的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其实很信任婚姻的 我记得 因为我上过你很多次节目 我觉得你们节目 我觉得很可爱 就看着你的这个成长 而且是最真实的 说老实话 你的状态真的不一样 而且等人说 你们看颅语也 又知道我哪个阶段 啥情况了 真的是你都是不一样的 但我每次都很真实 你才能看到这个成长 而且我很可爱 我的粉丝只要我上一次 他就把前四次全部招出来 再看一下你有一些什么不同 对 然后所以 同样的道理我要讲 就是说 我经历两次婚姻 是不是婚姻一定能带给人安全感 还是要看自己 其实我前一段婚姻 我应该要很有安全感的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把自己修炼好 因为我还太太在那个伤痛里面 那种家庭的伤痛 跟妈妈的没有和解 然后很紧绷的状态里面 我自己还没有那个智慧 跟那样的状态 可是你要知道我在遇见 我现在这个先生的时候 我前面有五年的空白 我就是在 修不好 每天面对我自己 我个人的问题 真的就是我原生家庭给我的问题 这不是背锅的问题 就是我真的就是在 还没有成熟的年龄 我就出来工作了 我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就碰到了一个复杂的环境 你知道 所以我的那种对感情的恐惧 所以当我遇到一个可靠的人的时候 我像抓了一个服务 我希望他把我所有原生家庭的痛苦 我对这个行业的这种 男女关系的困惑 然后 然后解决掉 对 那那个人会有压力感吧 跟你在一起的人会有压力 他为什么 他又不是你的医生 我是来跟你谈恋爱 找个老婆的我 干嘛 给你治病啊 比方讲 所以我觉得到 我认识我先生的那段时间 我是花了五年的时间 我的时间是完全 我真的 我没有任何社交生活 我能想象 你是想要跟自己彻底把很多问题解决 还是想 我基本上对我未来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了 其实某种程度我放弃了一些 我觉得那是两个极端 就是 我站在中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媒体说的那样的人 还是我自我认知那样的人 还是我自我认知的那个也不是我 四面八方所组成的这个我 到底我是谁 你会想这么多 我会 如果是我的话 因为我当然知道我是谁 我肯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的一个人 但我只是要找到 我得找到 那为什么 我得找到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跟勇气 但为什么我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氛围 这氛围的确我有参与创造 我们不能全部推到媒体的 就全让原生家庭背锅 让媒体背锅 让爱我的人背锅 我肯定是在这个创造氛围里的一个中心点 那但我又不是会创造这些伤害事物的人 我是个善良的人 我认知是这样 所以那为什么我又会创造这些东西 Something wrong 你知道 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卡错了 那卡错在哪里 我不能再找任何的借口 我要去承担起我对我自己生命的责任 所以最后你找的答案是什么 你怎么去面对那一切 我找到的答案 它很复杂 但我觉得简单来讲是智慧不够 它依然需要那个精力 这真的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到今年吧 变化特别大 我觉得如果你去年采访我 可能还不是这个状态 为什么是今年 因为我觉得 我允许自己接地气 也终于允许自己不接地气了 因为以前我有一度很想证明 我很接地气 其实我内心有特别文青的地方 我现在就觉得 可能就是你讲的 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被理解了 而且打从心底 不需要被理解了 因为我尝试接地气 包括我假装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曾经或怎么样 但我现在全然接纳 我就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今年有一段特别棒的对话 就是我跑去跟我儿子说了一段话 我说你爸爸是一个特别棒的人 因为他快要念大学了 我说你看他多棒 他专注在他的音乐上 全然地专注 我说你要像你爸爸一样 你要专注在自己的才华上面 我儿子居然回了我一句话 他说你的人生比较好玩 我当时真的感觉到 有一种流筋碎片 这样撒过我的 就是看完你的角度 那是很好的一个角度 他跟我说你的人生比较好玩 我好幸福 我开过八万人体育馆演唱会女演员 做过三张专辑 我当过侯湘前的女演员 现在大梦寐以求 就是希望有生之年 能跟他拍个戏 然后我居然做过达人秀 全世界都有Scott Talent秀 然后我居然还能去 妈是超人里面虎背熊腰了一把 所以你知道我儿子 提醒了我一件事情 我太好玩了 然后我就觉得 行了 这个锁已经彻底解开了 我就这样吧 人生其实真正是在运气 到了以后 就王子公主结婚以后第二天 人生才真正开始 就是这个是 我觉得易能静 还是比较智慧的吧 就他会去继续营造 和努力我的故事 一般人就是OK 然后就以为就 之后一切就会继续延续下去 但其实这才是 恰恰需要你努力的开始 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 给我男人生个孩子 为男人生个孩子 才叫爱 就是你的选择 因为我有我儿子 太快乐了 那种快乐 是有顶贴你知道吗 你跟你儿子相处的 那个快乐 是没有尽头的 那个没有尽头的快乐 你吃个冰淇淋 好吃 你是不是想分给你男朋友 你到外面看到好的东西 是不是会想说 那当然 对吧 那当然本能的 我就是本能的觉得说 这个快乐他怎么可以没有拥有 我明白 所以不是说 你是不是说我明白了 我不是要给他生个孩子 为了将来怎么着 而是我经历太快 你知道他现在就会跟我说 你太可爱了 我就说是不是 你知道那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冰淇淋的逻辑 这么简单而已 我们不是说靠孩子来 来维系一个什么婚姻 什么什么家庭不是 但是又很奇怪 孩子又的确让这个家庭中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化学变化 对 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米丽真的是 有点像小天使一样的存在 你知道吗 我觉得老天爷是把他送给我了 微博以前你会别人说 易能静歌手 著名的歌手演员 那你现在别人要怎么介绍你呢 还是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那就不随便吧 我真的觉得 我消失在这个 网红易能静 也可以 撇开家庭 纯然站在我的角度 我想当女演员 如果现在再给我一个 侯孝勤这样的电影 我还是很能厮杀的 我觉得我身上还很有杀气 我还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表演的人 也许观众去看那个才发现 那才是真正内核的我 我觉得你有那些东西 对 所以 你把他这么多年可能塞到某一个 地方里去 内心的某一个地方 对 像很多人喜欢好男好女 有一场打羽毛球的戏 就是打完之后 我跟戏里的我姐姐打架 然后她抓我头发什么 好多人喜欢那场戏 很深萌 我的生活里没有打过架 大家不要误解什么 但是我感觉 我可以理解那种爆发力 就是这样 因为我还是 从小这种动物性很小 那你现在需要什么 才能够达到那样的状态 希望李安导演有什么 边边卡卡的角色 需要爆炸性的演出可以找我 一场戏两场戏那种 就是你还是要去 遇到一个审美是一样的导演吗 反正我觉得 人生挺有趣的 谁也不知道 搞不好 像肖芳芳对吧 突然在她耳朵有点问题的时候 她反而靠女人事实 拿了柏林影后 这种东西 永远没有边界的 我知道她一直是听力 因为那一年我跟她一起入围的 那肖芳芳那年自己是多少岁 也就四十多岁 也就四十多 那一年入围我 她就坐我旁边嘛 我永远记得我两次入围 旁边坐的女演员是谁 一次肖芳芳还一次谁 张曼玉 11 一次甜蜜蜜 一次女人40 11 无敌了 怎么赢得了 根本赢不了好不好 所有人都说我们来陪跑的 所以说嘛 提名本身就已经是 巨大的荣誉跟认可了 很荣誉啊 因为我跟她的很多的观点 都是相同的 所以跟一个观点 相同的人 谈话还是 就会比较顺畅一点 我会挺替 一能尽高兴的 因为我的确愿 看到一个女性 在经历过 人生很多的 起起伏伏之后 她能够 拥有一段 还挺不太容易获得的 挺好的生活 就它让可能很多的女性 看到生活的可能性 那种可能性 我觉得是这个事情的意义所在 如果你想 比如尝试另外一个人的一天的人生 跟某个人交换一下人生 你会很好奇谁 澳大利荷本 如果你告诉自己 当年十六岁 你刚刚出道那时候自己 会跟当时自己对个话 你会跟他说一句什么 爱死你了 那如果跟十年前自己说一句话呢 谢谢你那时候很坚持 如果比如你孩子说起 我妈妈什么什么样 你特别希望他们能够说 我妈妈是个什么样的妈妈 我妈妈是个天真的妈妈 有一种 无知者无畏 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 看电影 你会上微博搜自己吗 会 然后看到别人的 你会去跟人家 然后就给人家截图 然后登出来说干嘛骂我 特别幼稚 这个很像我们在眷村 你懂吗 冬春的来打西村了 西村没道理不打回去 你懂呗 这种打法没仇恨的 就只是冬春的来打西村了 西村必须打回去 你今晚回去 是不是会接着打 有可能看到什么不顺眼的 等你们节目播的时候 我会 那你肯定少不了 对不起啊 要给你那什么 哈哈 你老公秦浩身上 有哪一点你是最欣赏 嗯 我觉得是他的正直 正直 最受不了的一点呢 唉 就直拿来那一部分 嗯 OK 比如说再过十年 你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 你觉得会是怎样的 如果理想的状态 你觉得会是怎样的 我希望会有个很棒的房子 然后呢 吃不完的东西 然后家里落狱不绝的艺术家 就是像个沙龙一样的 然后我脸上有皱纹 有漂亮的金法 就是老得很漂亮那种感觉 那不是银法吗 银法 对 同样的银法 嗯 然后这个你知道 那穷困老倒的艺术家 出不了书 但其实文笔很好的作者啊 然后什么的 躺满我们家 吃不完的饭 你知道 在那里产生伟大的作品 就是永远敞开来 而且那种 欢迎所有对理想有报复的各种人到这里来 就是我希望将来我有这个能力 感谢新浪娱乐 新浪微博 网易娱乐 凤凰网娱乐 搜狐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腾讯视频 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 下载网易新闻 看网易号精彩短视频 欢迎关注鲁狱有约官方新媒体 获取更多节目精彩信息